很多人以為 真的我去賭博 有過去的很多意思 我沒有對天發誓 眉頭深鎖 滿臉無奈 面對鏡頭向外界澄清 自己絕對沒有賭博 六十六歲的彭恰恰 經傳再欠六千萬巨款 都是賭博惹的禍 對於抹黑傳聞 他不忍了 決定開直播說明白 直播自己每天都活在痛苦中 彭恰恰也提到去年 林秉文代為償還一點六 以後也有投資者找他 卻是一場夢 為了把欠親友的一千五百 百萬等債務快速還清 借錢還利息 結果欠債越滾越多 即使情跑通告 光靠演藝圈工作 根本無法償還眼前債務 彭恰恰準備捲土重來 專心開創食品副業 把自己欠債的心路歷程 寫成新歌 細數過去的錯誤 同時也推出新商品 想靠新身份重新出發 努力償還千萬債務 華視新聞 林立廷翁 翁前晃 台北報導 我是陳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叢林掌握天下事嗎 趕緊按下華視新聞 YouTube頻道的訂閱按鈕 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探討公共議題 給您最專業的華視新聞